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小兽开箱 那么这一期呢,小兽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面前的这一款啊 我们的这个星球大战争的雷一和我们的BB8这个套装 那么相比于之前我们的分恩和白冰套装啊 这款雷一的套装就显得很小了一些啊 仅仅比我们普通的盒子也就宽出来那么一块啊 那么我们把盒子打开 那么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外包装啊 还是一样啊 因为是我们这个通贩就是一层塑料包装 塑料包装打开 我看盒子盒子的峰会还是和我们之前的风格是一样的 一个倒梯形 然后中间是我们的这个冠图 然后反面啊 是我们一些介绍啊 打开盒子 打开之后是我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峰会啊 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冠图的这个头雕还是很香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真实物的这个头雕到底表现如何呢 放眼望去啊 感觉配件还是很很很多大 然后我们看到这是背包 还有我们这个头部的面罩 身上的一些绑带武器 附送了我们这把光剑啊 小说这个光剑和这个枪已经出来了 还有这应该是水壶吧 呃 等等等等啊 呃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首先就是我们的主体 还有我们的BB8 然后地毯呢 相比于我们普通版的多出来这么一块沙地 再有的是我们的背包 还有是另外一套衣服 我们的最开始的武器和我们的光剑 然后一把手枪 然后这两个是BB8的配件 然后这个是护目镜和我们的这个肩甲 还有两套手型啊 不一样的手型 一套是我们穿上衣服之后的 一套是我们没穿衣服的 这个不要误会啊 是没穿这套衣服的啊 不是光着的啊 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他们各自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手型啊 手型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我们本体上还有两只 没穿衣服的手型 那么从没穿衣服的这个手型上 我们可以看到做的皮肤的纹理啊 上面还有一些 皮肤的这种 类似于斑点之类的吧 做的非常的细啊 手指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是我们手套 戴上手套之后的手型 也是六只 分别不同的手型 手套的这个纹理啊 还有这个旧化都做出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手型 那么再来看我们这个肩甲啊 是不是类似于我们用藤编织的 那么这个肩甲在安装的时候 要把我们的这个手臂啊 是卸下来的 然后再去套上来 然后这是我们的护目镜 那么我们这个护目镜啊 是有一定的透光性啊 我们这样看是一个墨绿色的 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透光性 小说这里没有灯光啊 不好演示 其实它就是透光性不是太好 但是确实可以透光 这是我们这个护目镜啊 直接把它套上就可以了 再来是我们这把非常简单的小手枪 并没有什么机关啊 但是在整体的刻画和细节上表现上 都还真的是一丝不苟啊 做得非常的不错 整体的感觉也非常的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几个配件 那是我们另外一套衣服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把这个打开之后 这个是斜跨在我们身体上的 然后这一边是可以是摆到我们后面的 然后这一个是腰带 而我们这一个头套呢 我们戴上之后啊 呃 长的这一面是正的 然后我们看这一面是有开口的 说实话 这个像我很担心啊 脸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露出来啊 因为感觉并没有什么弹性 而且很容易去裂开啊 那么一会儿我们去尝试一下 那么整体呢也做了一个旧化污渍的一个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我们这个背包啊 这个背包虽然说啊 应该是可以打开的 但是看他做的这个做工啊 显然是不想让我们打开 第一非常的细啊 这个位置非常的细 肯定是不好打 而我们这个绑带啊 确实比较粗了一点 想来是非常的困难 如果打开了之后 想按回去 然后感觉是更困难的 周围所有的配件 应该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像我们这两边 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而我们这个好像是完全是绑在了中间 并不好拿 然后这个位置也是可以都弄下来的 但是里面啊 是可以打开 是有空间的 如果大家想装东西呢 可以直接扔里 那么至于打开的话 小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去那样做了啊 那么这个背包背的时候 大家直接把手臂向后掰 然后直接给它套上啊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背包 整体的做工啊 还有我们这些小细节 都得也都非常的不错啊 旧化效果也是都做出来了 毕竟雷一在电影中就是风尘仆仆的形象啊 再来看我们的两把武器 先来看我们这把光束剑啊 小说这把光束剑怎么看 好像都是有一点歪掉啊 但是无所谓了 让我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高达光束剑的那种感觉 那么剑柄呢 确实是做出来了 和我们的之前的那几款星战啊 剑柄都是差不多的啊 感觉啊 做工上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个剑柄并没有做一个发光的机构 而也没有配给我们一个发光的手臂 也就是说我们这把光剑啊 是不可以亮的 只能这样看看了 那么不过呢 雷一这把光剑是后来追加的 也算是比较良心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光剑 再来看我们这把雷一最开始的武器啊 整体的一个旧化效果是很赞的 那么气节的表现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个人感觉已经把这把武器的所有细节 已经完全的表现出来了 同时这把背带啊 也是可以背带我们这个雷一的身上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这个位置最好不要去掰啊 因为它不是结属的 你一掰很可能就断了 这个非常的细啊 不管你是不是结属 结属或者塑料啊 一掰都容易断 大家不要去尝试啊 破坏了 可就不好了 那么这个位置呢 也是用塑料做成的 吐成了我们这个绷带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就是我们 嗯 两把武器 下面来看我们的这个BB8 BB8呢 我们看这有两个配件 是可以安装在我们BB8这个机关上的 首先是这个位置的小机关 然后可以安装我们的这个 焊接的这个枪啊 维修用的再来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打开之后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安上 把它安上的话 如果我们BB8 感觉像是一个摄像头啊 如果我们BB8转到这个位置啊 感觉是不是像在录像一样啊 在这个位置啊 感觉像是摄像头一样啊 那就是我们的两个小配件啊 来还原中我们电影中的一些功能 那么再来 我们接着看我们这个B8的主体 首先是这个两个天线 在我们包装中啊 两个天线是单独包装的 所以说大家在盒子中要好好看一下 因为它有可能会 从它的放置的那个槽里滑落 滑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大家要找一下 再来是B8的头部 不要滚不要滚 再来我们看它是有电池的 然后这里有开关 小说这里已经安装完了 在这里呢 不得不说啊 大家去淘宝啊 如果长期玩的话 去淘宝搜索一个螺丝刀套装 然后里面什么型号的这个头部都有啊 这个是可以拆卸的 因为这个你看 在我们平时用的那个螺丝刀中啊 这个型号是不常见的 一般是修手机的那种套装里啊 会有这个东西 那么把这个开关打开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位置是亮起了 亮度还是很不错的啊 然后这是我们B8头部 那么它这个头的内部和我们身体的内部是有吸铁石的 是可以相吸上的 它的身体中 我们这个主体身体当中啊 我们可以摇晃一下 大家听一听啊 是可以听到响声的 它是有一个类似于悬浮在中心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你左右摇晃 它会有这个响声 那么在我们的说明书中啊 提示大家不要去用力的摇晃我们这个主体 那因为说有可能把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设置啊 把它摇坏 那么摇坏之后呢 就不能实现我们这个滚动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B8向前向各个方向来滚动 我们会发现这个头部始终是 然后是跟着不会朝下啊 它会有一个移动 那么这个设计啊 还是蛮奇妙的啊 当然了 这个设计肯定不是HT的第一款 就是第一个做的啊 之前已经出过这个B8的这个这种设计了 HT相比于那家感觉上还是差了很多 因为人家做的是遥控版的啊 可以跑起来啊 简直屌都不行啊 然后在整体的还原上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我们看BB8的身上也是做了这个旧化的一个涂装 嗯 整体的表现啊 小说是非常满意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BB8 那么在说主体之前啊 小说还是要说一下这个地台啊 这个地台相比于普通版的 是多了那么一块沙地 那么这个普通版的地台是完好的 而沙地呢 整个是一个塑料了 呃 是完全是 哎 这样可以扣在我们这个上面 哎 然后BB8 在这里有一个凹陷 我们的BB8就可以放置在这里啊 它还有一个倾斜的角度 这样也不会倒下去啊 嗯 这个角度啊 就看大家自己的喜欢了 怎么样都可以 这个可以大家自己摆放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配件 下面我们来看主题 啊 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首先我们来看主题了 这一款雷衣的头雕啊 实在是万众期待啊 可以说刚刚发布的时候 惊艳了很多人啊 呃 可以说是目前最像的女性头雕 那么这个食物拿到之后啊 感觉比官图还是差了很多啊 呃 比我们之前看的 那么 首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来扒开看一下 胸部还是有的 但是感觉有点 这样看的话有点 有点塌呀 而且有点小啊 呃 这个好像不能露啊 露的话可能就不让播了啊 呃 大家扒开看一下就好啊 但是整体的好像 它这个腰带呀 是拆不下来的 如果大家想要把它这个上脱下来的话 呃 把这个胳膊卸掉 然后可以把上半身可能脱掉啊 然后 因为这个腰带它好像是 它是整个是弄死的 是拖不下来的 所以说大家想要脱衣服的话 比较费劲啊 呃 废话不多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眼这个头雕 在各个位置 我们看上去啊 这款雷衣啊 还是很不错的啊 尤其这个位置啊 这个雷衣看上去还是非常棒的 那么头发并没有给 采用我们这个直发 然后毕竟它这个 各个的 它这个 打卷啊 这个发 发型打卷啊 如果用直发的话 简直是想死啊 那么头部360度的可转 然后向前 哎 向后 我们看啊 这是连着我们的这个脖子啊 一起动的 然后向左 向右啊 呃 这个脖子是一个包胶的 嗯 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啊 呃 在可动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可动 再来是我们的上半部分 来了 手臂的可动 360度的旋转 然后我们手臂的一个弯曲 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 手臂的一个侧台 那么我看到嘎吱波这个大关节啊 嗯 然后手臂的一个360度的一个可动 关节是我们之前一样 三方向的一个可动 那么 整体的衣服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呃 做旧做自做脏的一个表现啊 整体的非常的不错啊 表现的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背胯包 再来看我们的腰部可动 向后 向前 向左 向右 是我们的腰部可动 再来是我们底下的腿部的可动 我们向下移 好了 看一下我们腿部的一个可动啊 皮刹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前踢 后踢 一个弯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把这个腿啊 撸上去 它是并没有采用我们这个包胶啊 而是我们这个关节的 但还好我们这个裤子啊 也是够长啊 大家看我们这个腿部 脚部 哎 左右 前后啊 掰不动啊 是不是 掰不动 掰不动 掰不动啊 这个脚部基本上没什么可动 也没什么接力性 但是 我们的站力却不太成问题 好了 刚刚给大家演示了这个雷一的可动 下面我们把它的 这个装备啊 给它穿上 首先是 这个部位 哎 大家直接这样套 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自己做一下整理 哎 然后这个我们看反面 这个位置啊 它是在后面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把它放到前面 然后这是这个样子 再来是我们的这个腰带 腰带这个是有卡扣的 哎 然后可以把它寄到 哎 我们的腰部 转过来 再把它卡上 哎 卡 走 把它卡上 那么至于我们这个面罩呢 当然是直接带头上就可以了 哎 哎 直接把它带上 哎 这款雷一啊 啊 小时候这个胯部啊 相对来说比较松啊 也给我一种 并不是HT出品的这个素体的感觉啊 哎 我们把这个 画上 应该不至于吧 难道要把我们这个头发是可以卸下来的吗 好了 整理完毕 我们看到啊 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啊 基本上啊 小说比较手残 所以说呢 只能这个现象 那么我们这个护目镜啊 直接把它绑到脑袋后面 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么 这个样子啊 我们看啊 说明书上啊 提醒了我们 嗯 单独覆盖了我们一张纸啊 也就是说 告诉我们不要长期这个样子 如果长期这个样子的话 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脸部掉漆啊 那么通过观图看啊 小说这个是不到位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哎 哎 这个样子才到位啊 然后 护目镜 哎 直接绑上啊 毕竟是我们是松紧的 啊 果然好看多了啊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 哎 我们这个肩甲啊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手臂 这个手 哎 这里卸下来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绑带卸下来 然后再去把这个安装上 哎 安装上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绑带啊 哎 插回去 再把我们的手型插回去 哎 好了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 最后是我们的背包和我们的这个大棒子 首先来我们的背包吧 背包直接两只手向后 然后 哎 这个样子 你看 两只手向后直接挂上就可以背过来了 这个背包 哎 好了 好了 背包了 之后我们整理一下前面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 我们这根大棒 哎 直接背上 好了 我们雷衣的这样风尘仆仆的一个形象啊 就表现出来了 好了 对于这款雷衣呢 首先头雕呢 小说感觉已经有了八分相了啊 那么整体的配件也是非常的丰富 把玩性也是非常的高 那么除了配备给我们这些应该有的配件之外呢 我们这个大套的这个BB8也是一大亮点啊 平时没事可以拿在手里玩一玩啊 那么整体的配件我们穿戴在身上 也是表现出了这个雷衣刚开始一个风尘仆仆的形象 那么在这里呢 再次提醒大家 那么小小说现在摆的这个样子啊 这个头套啊 套在这个脸上 并且把这个头把这个脸露出来的这个情况 大家不要长时间的去摆 因为官方提示啊 有可能会出现掉漆的现象啊 如果头雕掉漆啊 那真的是哭都没地方哭啊 再有啊 这个整体的感觉啊 说实话 小说的感觉就是星战做的比复联好 那么现在感觉也是越冷门做的越好啊 像复联这个比较热门的 实在是给我给小说的现在的感觉就是 能对付就对付啊 而且这个雷衣的这个配件也是非常丰富 把玩性也是非常好 对于把玩档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对于啊 这个拆摆档啊 说实话 这个造型摆上了 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小说开箱